自小有視力障礙的Wilis 走向一般人艱辛得多的人生路 面對一切難關和困擾 令他誤出種種拆解方式和生存之道 Wilis的想法和體會 在人生課堂上 絕對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Wilis,你好 你好 請問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觸動心靈,美美動聽 大家好,我叫Wilis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只剩下幾%視力的時候 你的生活會變成怎樣 今天我會跟大家說 我的幾%視力的故事 我在出生不久的時候 醫生就診斷出 我有千多二千度的近視 基本上在一米以外的地方的人 我已經開始看得模糊 如果我要看清楚你的樣子 可能你要走得近一點 我才會認得到你 在這種情況下 我媽媽在四歲那一年 將我送到法國的親戚生活和醫癌 因為她可能覺得那邊的醫療比較好 我記得小時候讀幼稚園的時候 我經常被黑人的小朋友嚇唬 他們經常會搶你的零食 無緣無故刺走你一塊 會有 例如你畫畫的時候 會搶走你的畫筆 拿走你的畫 那個顏色的盤也有 然後小色的時候的單車 經常都不夠他們搶 或者你即使搶也好 被人搶回頭 在這樣的環境生活下 其實你會發覺 這種被人欺負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自己長得小顆 又語言不通 又是經常被人歧視的亞洲人 而且看得不清楚 過了一段幾個月的生活 我開始慢慢掌握到 一些跟他們溝通的方法 以及一些生存技巧 每天放學的時候 老師會邀請一些乖巧的小朋友 可以出來排隊先離開學校 我那張桌子 不知為何經常都可以優先離開 可能是我特別乖巧 或者老師特別優待我 久而久之,同學開始發現 原來跟我坐,可以先離開 慢慢我會跟同學多了溝通 多了聊天 我的飯品進步得快了 少一點跟他們有摩擦 跟他們變成朋友 其實在法國這段時間的成長 對於我日後的發展或想法的方式 也有很大的改變 後來我回到香港 當時是七歲左右 因為我比較白染 又不太悠閒眼,又不太好 然後回到香港 當時我去了深光學校讀書 深光是一間專門給視障小朋友 讀書的特殊學校 我到了初中那一年 就去了主流學校讀書 即是一般學校的中學讀書 我到外面又重新遇到適應的問題 但這次是嫁輕就熟很多 因為有了在法國小時候的經驗 如何多認識朋友 我需要很多儀器協助我去學習 可能是放大機 或是望遠鏡 讓我可以提清黑板上的文字 同學對這些儀器很有興趣 他們經常喜歡跑來試試、玩玩 他們會問我用途是甚麼 我又可以多點告訴他們 為何我要用到這些儀器 原來我看得不清楚 看不到黑板 所以這些儀器是輔助的 我慢慢也會認識到一群很好的朋友 中學、大學時也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我們會去旅行、去玩 後來在大學畢業後 我回到深光工作 其實我主要的工作是協助視像青年就業 我們會去做一些工作配對 工作輔導 去到外面找一些僱主 如果他們對請視像人士有興趣 我們會解釋給他們聽 視像其實不是那麼大的障礙 有一定的儀器輔助 其實他們的表現跟一般人差不多 後來我跟同事辦了一個社企 我們整個社企的營運方式 就是做一些體驗的視像活動 以及一些生命講座的故事分享 運作了幾年,都很順利 開始大家都認識我們的工作坊 但很幸運,遇到肺炎 我當時就想,糟了 沒有工作坊可以做 可以做甚麼 有幾個人,我們請回來要開飯 於是我在想 全香港人都要留港消費 不能去旅行 大家應該都很想買東西 於是我製作了一些產品 專門有一點點字的特徵 有一個獨特性 亦是我們視像朋友親手去做的 成績也不錯 過去一年,我們也算撐得住 其實我覺得視像對於我來說 好像遊戲玩了黑模式 大家可能可以選擇遊戲的困難程度 你可以選擇容易 你可以選擇平常的模式 但我一開始設定了 已經是一個困難模式 我沒有選擇 只能用盡辦法想怎樣玩好遊戲 其實小時候成長的經歷 多虧我父母讓我去外國讀書 有很多經歷 直到我出來工作 同事和我的老闆 都給了很多機會發揮我的可能性 我才可以有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創新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面對困難、挑戰 或者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想辦法 如何將這些東西變成我們的工具 去協助你找更多的機會 以及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各位